跟Michael谈下,下午有股份 因为消息大大托起了股价 说的是高银金融 股份下午就復牌 股价急升最多近一倍 但现在卫星风已大为收窄 升三成二,报1.36 有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中午出了份通告 先说确认了 长实会帮手协助公司 拿到87亿的融资 这个数87亿很大 是否对公司也很大帮助 这个当然了 本身之前公司都是在资金上 都有一定多的压力在那里 财品在那里推动 现在来说 帮他一个这么大的银码 去解决了问题 叶上的看法 股价也比较積極 除了这个87亿之外 其实他也公布另外一件事 就是宣布出售保利业务 即是和一些收入有关的业务 作价不小 超过20亿 出售全部高银保利的股权 和股东贷款12亿6千万 如果计算 截至6月 资产净值7亿8千万 即是这批股份的出售价 作价PB大约是一倍 但是工人本身的PB 看回是只有0.58倍 就是对工人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呢 如果你纯粹的价值 应该也是 但是之后来说工市场都是看完 但问题就是 未来资金的触动方面 如何配合业务运作 再作为小股当或者投资者来说 他们的发展方向 那方针会不会和之前有不同 那一天说现在 会不会参与那么多 资产 所谓的重资产的项目 这方面的推动是怎样 再进一步 希望再令到财政稳健 这些市场 我想都是大家 虽然股价炒了上来 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未来 就是工资方面 策略部署方向的一些要立的地方 说起这个保理业务 其实都重要是一个虚钱的业务 看完作价都觉得是合理 这个交易其实都不错 但是就留意到 今次就没有说买家是哪个 是一个独立第三方 没有详细去交代背景 而那二十多亿 二十亿多 就说是拿来还债和一般的营运资金 那我们就看看工人本身的债务 去到去年年底 那个现金就二十三亿多 但是短债八十八亿多 长债六十六亿多 即是说 长实帮手融资的八十多亿 是解决了短债 我们计算出售业务的二十亿 和现金二十多亿 扣除了 长债其实还有二十亿多 工人是否真的可以 靠这一波重新出发呢 起码在资金输缓了 尤其短债方面的压力 因为短债八十多亿多是非常大的 至于你说 长期来说 始终也有很多长期的这些所谓的债务 在高云都在讲的 比如说金融 或者其他一些比较上 是经济项目的发展 可能都有机会 但起码 如果未来那个业务有机会 是正面推动 一定有一个业务 去配合回来说 我想那个推动上 就变成了 都是合适的 但问题是否要做这件事 市场 我想还是要观望 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工人 到现在的价格很惨 是否也有差不多的投资价值 真是要看他们的未来 再重新出发的方向 因为以往他们本身都是比较上 增加资产和推动方面来说 金额是很大的 就是参与的项目 或者都比较上令到负债比较上升 但未来来说 现在市场都比较上升 所谓的轻资产 变成了他们的业务 未来分散的情况 Live的情况是怎样呢 是否都配合市场的位纳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令到债务的压力增加之外 未来也都会否真的说 可以有条件 慢慢把现金流稳定 甚至乎有协计在未来的时间 会增加派息 令到现有的股东 甚至乎现在打上去之后 都还是愿意去看着他们的发展 看着他们或者成为股东 这个我想比较明白